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我的声音有这么可怕吗 我今天只是去买了牛肉 取回了我送修的耳机 至少这证明 在前两天的炮火袭击中 基辅那位维修耳机的师傅他在工作 从基辅到奥德萨的物流在工作 当然 奥德萨也在工作 我还忘了说了 这支苹果耳机维修费用为零 不但没有涨钱 只是因为战争原因 耽误了两周的时间 这件事有这么可怕吗 那么为什么我会在基辅时间 下午三点的时候 这么整齐划一的 我名下的所有账号 全部被删掉 不是block 不是block 不是封 我要纠正大家一点 这不是封 是canceled 彻底删掉了 包括我和我的家人 唯一报平安的方式 包括我父母 唯一能够联络到我的方式 被你们删掉了 我们都能够接受 看清真相 愿意放下屠刀的俄国士兵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能接受一个你自己的公民 我只是个程序员 我不是作战人员 我也不是间谍 我也没有党派 我并不责怪封掉我账号的审核员 工作人员 没有长官的命令 我相信他们不愿意按下那个按钮 我现在想问 谁下的命令 长官是谁 你们有没有父母 有没有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今天在战场上 你会不会按下那个按钮 切断他的父母和他唯一的联络方式 我现在只能通过其他人向我的父母转达 转达 我没有直接与我父母通话的方式了 告诉他们 我还活着 我会活到战争胜利那一天 这一天 已经不会太远了 你这个诺夫 在你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到底谁应该是主人 是这里的人民 还是骑在人民脖子上 为所欲为的那些人 我是中国人 我的国家有法律 有宪法 我的政党 也有你们的党章 如果你觉得我的行为违反了法律 为什么没有经过审判 如果你不愿意走司法流程 如果你那么愿意把我当作敌人 这就是你们喜欢的战场 为什么你不敢来这儿 为什么要对我的父母施加压力 你手里人民赋予你的权力 你手里的枪 手里的炮 你的武器 就是为了让你向你的人民开伙的吗 那么喜欢压迫 来呀 向你的公民开伙 下不去手 是吗 那么支持俄国人在这儿杀乌克兰人 对吗 我上一段视频中我告诉你了 如果今天是二战时期的德国 我会自愿加入犹太籍 好 今天我再告诉你 我自愿加入乌克兰籍 你不是喜欢杀乌克兰人吗 诺夫 你以为我不知道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你还能做什么 捏造谎言是你们一贯的作风 也是你唯一懂的技术 是你唯一的语言 对吗 我知道 接下来我会看到更加荒谬的 关于我的谣言 你真觉得我很在乎吗 我现在每天陪着普京大爷 玩他的那个核弹 前几天在我们这扔的亚核弹 是不是你们干的事 为什么不让人们知道 你怕什么 全世界都知道了 就差两个国家的人还不知道这发生什么 你们为什么那么愿意把自己卷入这场俄乌战争 这又不是你的战争 我是这儿的居民 你不是 我现在很忙 这里现在还在打仗 我没有理你 不是因为我怕你了 你以为你施加的这些压力 我就害怕吗 你以为你那点破威胁恐吓 就比导弹 比原子弹 更让人恐惧吗 你自己想想该害怕的到底是谁 你是不是和普京一样 害怕人们知道了太多的真相以后 开始学悟 开始有自己的思维 开始有选择的不听你的一些谎言 放心 人在华夏文明上 就从来没有过被黑暗战胜光明的 你自己去翻翻历史 自己看看 在中华历史上 那些尝试控制思想 掩盖真相的政权朝代 最后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样 你比谁都清楚 老百姓 他只想活着 你为什么要逼他们 谁来了 老百姓都正常交税 正常生活 我最后给你的建议 你给人留一口活路 没人想逼你 朋友们 如果你还能联系上 我的父母 家人 和曾经的朋友 希望你能够帮我向他们转达 我在这儿 我还活着 希望你能够告诉他们 我这里在发生了什么 我希望 不管以后我怎么样 当他们提到我的名字的时候 他们可以为我骄傲 我没有给他们丢人 如果我背后的祖国 非要我做另一道选择题 到底是跪着活着 还是站着死 我相信你们知道我的选择 抱歉 站的时间久了 不会下跪 你可以起诉我 你可以诉之于法律 你也可以正式的宣布 我是你的敌人 以敌我关系来面对我 但你记住 我不会下跪 我也不会弯腰 想弄服我 你只有以礼服人 没有以暴力屈服 今天心情比较沉重 我是姬贤 祝你晚安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